成品發布了二零二一成品年度閱讀報告 雖然說疫情動盪 但閱讀能量不減 購書動能提升了 其中前十名的新書 有四本是屬於財經 理財類的 也正常書寫溫柔文字的作家不朽 他連續三年蟬聯臺灣 年度十大華文文學作家 本土疫情趨緩 週二 午後的成品書店 有不少民眾來著看書買書 2021成品年度閱讀報告指出 臺灣十大新書 財經理財就佔了四本 其中兩本首度包辦年度暢銷書前兩名 華爾街知名專欄作家摩根豪瑟 所寫的致富心態 是全年暢銷書第一名 今年面對不同樣貌的困境 突破框架 提升財務與心靈的富足 成為今年許多人的共同目標 疫情尚未停歇 投資自我成了讀者普遍的想望 疫情煩悶 心裡勵志受青睞 防疫自主夯 食譜類書籍 關注度提升 會開瓦斯 就會主序托或健康生活類 TOP ONE 成品分析三百萬名 具名會員的消費喜好 二十到二十四歲 年輕族群購書比例相對較高 而今年線上行銷創家機 全年翻倍成長 其中社區創新店功不可沒 陳平指出 今年開啟自媒體影音平臺 並以Podcast YouTube推廣好書 加上短影片的TikTok成為年輕獨屬 讀者購書重要參考 新型態閱讀趨勢 開拓新讀者 帶來新閱讀樣貌 記者林曉惠 沈志明台北報導